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复仇心切的母亲克里将朱利安也卷入为比利复仇的行动中的故事 电影开始朱利安和哥哥比利因为一起谋杀案 不得不从美国逃亡到泰国曼谷 两人在泰国曼谷开了家拳击俱乐部 明面上做着拳击生意 其实暗地里一直进行着毒品买卖交易 这天晚上比利因为在街头强奸并杀害了一名少女 被警长等人给抓住 警长将比利带到被害少女父亲面前 故意让被害少女父亲亲手手刃比利 在拳击俱乐部的朱利安很快收到比利死亡的消息 立刻命人把少女父亲抓来 当朱利安从少女父亲那里得知 比利把人家的女儿强奸并杀害后 觉得比利罪有应得 所以直接放走了少女父亲 而从美国赶来泰国替比利收尸的母亲克里 知道朱利安竟然将杀害比利的凶手直接放走后 大骂朱利安没用 朱利安解释说是比利强奸杀人在先 但克里却坚决维护比利 说他一定是有苦衷的 于是克里决定自己派人去解决少女的父亲 手下在处理完少女父亲之后 告诉克里害死比利的还有警长 克里听后拿钱去找金发男帮忙 派人除掉警长 金发男看着克里带来的钱 答应了克里的要求 到了晚上朱利安要与克里共进晚餐 朱利安要麦假装他的女朋友和他一起去 克里看见麦之后一直念叨着比利的好 甚至毫不避讳地说出与比利乱伦的关系 还在一边贬低朱利安 但朱利安并没有生气 反而还十分依恋地看着母亲 但一旁的麦觉得克里十分地恶心和不堪 晚餐结束之后 朱利安和麦走在路上 麦忍不住骂了克里 朱利安突然就生气地掐住麦的脖子 警告他不许骂克里 克里是他的母亲 另一边警长白天是个按规矩办事的执法者 但到了晚上 警长就变成地下不法分子的惩罚者 他会毫不留情地直接处理掉那些违法吸毒者 突然某天晚上 警长在餐馆遇到袭击 看到前来的杀手 警长立即就判断出 来的人是金发男的手下 警长立刻来到酒吧找到金发男 问他是谁在背后要杀他 金发男不肯说 警长就直接将他的手脚定住 最后金发男撑不住 只好把克里招出来 克里知道警长知道他的存在后 很害怕警长报复 立即向朱利安寻求保护 并让朱利安将警长的妻女直接杀掉 尽管朱利安并不想参与到这些事 但无奈与母亲的哀求只好同意 朱利安来到警长家里 看着警长女孩可爱的小床 怜悯之心涌上心头 结果还是放弃杀害警长的女儿 与此同时警长找到克里 克里一见到警长就故作镇定 告诉警长自己领完 比利的尸体后就会回到美国 还说朱利安是很危险的人 他曾经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所以他和比利不得不离开美国 来到泰国曼谷 但警长没等克里说完 一刀就将克里解决 回到家里的朱利安 静静地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母亲 朱利安在母亲周围睡下 在梦中他看见警长 将他的双手砍下 这部电影采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 画面效果佳 气氛渲染到位 是一部不错的电影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是一部不错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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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部不错的电影